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瞳 今天是2020年5月6号星期三 我们的大盘呢 最后上涨了0.37点 看起来好像有点戏剧性变化 实际上不是哦 等等我会再详细的帮你说明一下 这个礼拜天是一个伟大的节日 我想很多是在股市里面的人 应该都是妈妈级了 因为如果你不是妈妈级的话 我想少女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钱 可以来玩股票 还在工作当中 所以呢有成就的一定都是妈妈级以上了 所以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 各位我们这里有一个 索马影音的专属优惠 扩大成母亲节专案 那么这个专案的内容是168吃到宝 赚好赚满一整年 王瞳代理赚好赚满一整年 甚至王瞳在这里可以告诉你 会赚宝宝 那重点是你要会赚呢 你不会赚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你要跟上王瞳脚步 那么报名专线02-6630-321 02-6630-321 好了我跟你说 这个专案也快结束了 今天是礼拜三 那我今天呢只能讲 我只保留了20个名额 剩下的不再多了 所以你如果再不跟上 我也没办法了 那现在我顺便可以告诉你一句话 今天是5月6号 今天是5月6号 明天开始啊 你就会发现到这个盘很难操作 你讲真的 今天的盘就很难操作了 那你不会做的绝对被双八 你会做的是两边收钱 这就有差异的 非常大的差异啊 所以我说你现在光看今天的盘 你就知道是这么难操作 那明天呢更难操作 所以最近这几天都有一些消息面 会干扰到台股 那我今天必须要提出我的看法 稍微帮你们做一个谨慎处理 希望你们再对这个盘 要小心一下就好了 好了再来你看一下 今天又有两个大消息出来了 第一个大消息你看看 2020年5月6号12点半 协议恐生变 谁生变呢 美中 美Q1对中出口大降15% 中方承诺难达标 哎呀 又是讲到美中贸易大战的问题了 在这里呢 你看一下内容啊 按照今年美中在今年2月份生肖的协议 中国在2020年应购买价值1940亿美元的商品 就是将近2000亿美元的商品了 约是出口额成长82% 不过在疫情爆发后 不但重创中国需求 也同时打击美国的生产量 好你再注意看这个下面的啊 尽管协议中指出 若发生天灾等意外 导致双方无法遵守合约 美中双方仍可另外进行协商 但华府则拒绝浪步 看到没有啊 这里写的很清楚了啊 美国总统川普中日也表示 中方现在必须购买美国商品 如果不买就终止协议 就这么简单 看到了没有 那里说这个是美方的态度 美方的态度表现出来相当强硬 相当强硬之下 那结论呢 就两条路嘛 一条就按照合约进行嘛 不按照合约进行 我刚才讲的 第一条路就按照合约进行嘛 第二条路就是不按照合约进行嘛 不按照合约的话怎么办呢 加大力道处置中方 那就引起什么 引起的就是你们一天当然喜欢 在那边讲的嘛 美中贸易大战嘛 就是你们这去年前年不是一天当然讲这个事情吗 答案就这么简单嘛 有时候王统也在想一件事啊 像现在的视频也好 或者说很多老师都有在上电视节目也好 这都无所谓 你们看视频 看其他老师 也许看到其他的也不错的老师 但是你看看王统讲的 跟别的老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发现到我的格局是超过所有人的 我每天都会帮你解读重要新闻啊 重要新闻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你们都搞不清楚 只会照本宣和讲 像今天告诉你这个重要的新闻 就跟你讲 你不要小看了 这是一个暗藏的利空哦 我在讲到这样子了 是不是 再来你看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是利多了 近十年新低 路透社 路透社公布了 沙国就沙特 沙烏地亚拉伯 五月原油出口料 降至600万桶 就是最近的十年新低嘛 你看到为近十年来最低 且国内炼油产量也将下降 哎呦你看到了没有 那油 它出口下降 很简单嘛 油价就是典型的供给需求嘛 那么供给量变少了 需求量你说也变少 对 但是我供给量少得太多了 需求量基本上的需求还是要的 难道说现在大家都不用油了 那不用油了我就问你一下 那我们在海面上跑了一些渔船 跑了一些航运的 航运的货轮 那些用什么 用空气呀 所以你们这样很多人搞不清楚嘛 那现在用游泳的少了 那好了大家都不出门了 那我请问你 公共新车要不要跑 公共新车也不要跑 要停摆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的需求还是要的嘛 基本需求要的 再告诉你更现实一点的好了 连着两天 连着两天 美国布兰特原油 7月8月的期货报价都涨停板 那你说油价是会涨还是会跌 我讲的都是可以去查的 我懒得再印资料给你看了 好了我们现在话讲回来讲这个盘了 今天告诉你这两个事情 意思就告诉你油价不会跌了 你们不要再做动春秋大梦了 还有人告诉你说我们来验证奇迹 验证个屁 我直接告诉你验证个屁 你以为油价那么便宜 那么便宜 人家油进来不要炼油成本啊 你以为人家用水都可以送给你了 没这回事的了 好了我们来开始看 4月30号礼拜四涨了219点 我特别告诉你要高档长红 高档长红 前面的不用看了 就看近期的就够了 然后看5月4号礼拜一 后要下跌271点 高档长红告诉你涨了219点 然后隔天就跌了271点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放假前礼拜四放假前 然后礼拜五放假 然后礼拜一开盘跌了271点 前面的都不用讲了 我们就光看这两天就够了 你都知道王统解盘的功率在哪里了 再看下去 5月5号礼拜啊 涨了54点 这是昨天 昨天我跟你讲量价背离 量价背离 你不要以为说昨天涨得很高兴 那今天呢也许你会讲 我们今天还是涨 但是今天最重要是有个 周选择权的结算 好了你看一下 今天王统发的盘讯 那注意看啊 5月6号 5月6号 9点16分 9点16分 大盘以下跌3点开出 今天盘市开平会先在平盘上下震荡一下 就会慢慢走低收黑 会吃掉昨天涨幅 10800点已成短头 盘市会下探 10500点以下 今天不宜抢短 拉回要逢低承接 拉回的时候你可以逢低承接 但是不需要去追价买进 好了我们现在就打电脑画面给你看 你看一下今天大盘 一开盘以后是不是先在这里震荡一下 这样震荡一下以后就开始下来了 最低达多少 10708 然后就一升拉升 拉升以后呢 拉到10828 哎呦超过10800了 然后就开始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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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位置 最后收到这里 今天这个盘是什么盘啊 今天这个盘是多空双杀盘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有周选结算 那你看盘下不去 空单就会去补了 一补以后他又开始给你一头包 所以你现在光看这里嘛 你看看这里 这里呢下去了 追空啊 那一拉起来 空单回补啊 回补完毕以后他又开始下来 下来以后你看起来又下不去 看起来又下不去 这里开始了干嘛 做多啊 做多以后这里再给你一刀下来 一刀杀不够 再杀一刀给你 然后尾牌再给你上去 今天就是多空双八 不能讲双八 今天多空好几八了 你看不懂的就是被 砰砰砰砰 你看他懂的是两边收钱 这就是王瞳告诉你一句话 你看不懂盘还敢去玩衍生性商品 你叫他找死 这个我不是讲了很多遍的吗 对不对 我不敢强调我很厉害 但是最起码王瞳都帮你解大盘 大盘先让你看懂 因为所有衍生性的商品 一定跟着大盘走嘛 个股也是一样嘛 个股的衍生性商品 也要一定跟着现货走嘛 现货永远是本嘛 你不玩现货 去玩期货 那叫做本末导致 我讲了很多遍呢 那你说要不要玩一玩 可以 期货你说浅尝一下 可以 而不是说我的主力都要放在他身上 那是大错特错 所以王瞳都讲了很多遍 这个话告诉你了 那现货是什么 就是个股嘛 股票就是最实在的嘛 今天呢 你可以看看来 5月6号礼拜三 最后找到0.37点 等于没涨 这你都知道了嘛 那开盘下跌3点 最后涨0.37点 所以K线是个小小红K棒 那今天5月6号礼拜三 什么盘 多空双杀盘 刚刚解释的嘛 杀杀 拉起来下不去 多单进去 又把你杀一刀下来 再把你杀一刀下来 尾盘都给上去 多空双杀 当然了 很多人看到我这样解 是说 哎呀 收完盘了 你也会解 对 收完盘你也会解 问题是明天呢 不会了吧 有本事告诉我明天呢 讲不出来了吧 那么那种节目 你还要看 你还要听 我只能说 服了诱 你去上当受骗 是你的事 这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救 救得了你 好 再看 今天结论 告诉你 来 5月6号礼拜三 今天是十字变盘 你要小心 十字变盘 你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都很配合得宜 量价也可以嘛 量还比昨天大一点 没什么事嘛 不对 不对 这个盘 盘面上的表现 已经不对了 已经不对了 所以我们今天 也不需要说 告诉你 这个盘 会如何如何 但是我这里 必须要交代你一遍 再给你提醒一下 盘押回来的时候 又是财富 从分配的好时机 你押回来要干什么 做多 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今天给你看一下 我们今天操作好了 来来来 我们直接给你看看 来 手中有8358 京居多担者 请先以试驾获利出场 这个我们出来哪里 42.85成交 我们又是一个红包路带 这个红包可能比它小一点 8358给你看看 你看那几点钟发的 11.04分 11.04分 看到没有 11.04分发的时候 我们看看在哪里 9点 10点 11点 在这里 在这里 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多少 这不是42.8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就是42.85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吗 那你现在看一下京居的K线 还有 我们又出在近乎高点 那么这档个股 现在拔党 拔党以后干什么 等它下来 我们还要进 而不是说是我永远在玩它 不是这意思 是说很多情况是要看情况而定 那像是最近我也告诉你了 你们散热族群不要碰了 那你先看看3324 双宏 双宏 双宏在昨天公布的业绩 第一季产兮兮 第一季可以说的创了 好像是创它历史新低吧 第一季的季报 那所以双宏在这里会如何 拉回来整理嘛 而且这个情况也看得出来 这个图形看看 这是短头出现的嘛 看到没有 所以它会下来 下来以后 你再买进 那你说我要去放空可不可以 那水里变 水里变 对不对 只要你看得懂盘 你要知道可以去空它一下 你要赚个短线价差 也可以 无可或非 我没有是说不可以 那你说再看另外两个股 你看3044 见顶 那这个是什么PCB的304见顶 走的很稳哦 非常稳哦 你看到没有 越来越高越来 今天最高是来到111 110 一直在盘高 这两个股不是说我今天讲的 我之前也讲过了 那因为我说PCB留注意看两档 一档是2313滑通 滑通你看看 它一样 一路慢慢慢慢盘高 好 再来呢 就看机优声3044见顶 这两档就是你所首选的标的 那你PCB会动 你就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CCL CCL就联帽台要台光电还有金居 那里心里又会讲 老师你要注意金居 你干嘛把金居卖掉 你们又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们这个叫操作 操作 操作跟基本面没有关系的 那我会有时候问我 老师明明他今天业绩很好 我怎么都不涨 这是完全无关的事情 业绩好的之前 这个技术面所呈现的是他筹码的变化 这句话我拜托各位好好的用脑袋想一想 影响股价涨跌的因素非常多 不是单纯看一个 不是单纯看一个 这句话我讲两遍了啊 你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思考 哎呦业绩很棒 所以他一定会涨 谁告诉你一定这样子 因为他已经涨过一段了嘛 涨过一段你干嘛去追他 就在看 6213年冒 今天下来 今天下来 年冒业绩公布了很好很棒 那他已经涨过了嘛 从这里到这里已经涨过了嘛 所以他这时候拉回来 拉回你再进嘛 你不要急躁嘛 今天王同帮你讲的应该很多了吧 同时今天盘面上还有一个事情比较不好的 就是在早盘还没有开盘的时候 早上可以说利多满天飞 全都是利多啊 利多满天飞 结果呢 不涨 那么后续是如何 你仔细去想一想看 今天就把你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但是呢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啊 明天开始这个盘就很难操作了啊 你赶快跟上王同脚步吧 你要有王同的保护伞 你今年一整年才能够赚好赚满一整年 来看到母亲节专案 168吃到宝 赚好赚满一整年 电话号码 026630321 看到啊 好 今天就把你讲到这边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 唯一鸣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 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新衰 波段 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 自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头顾登记104金馆 证字第009号 HHHHH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